好動的國中生就算戴著口罩勤洗手 一旦開學群聚還是南方病毒入侵 指揮中心預計把即將來台的BNT疫苗 優先給12到17歲來施檔 不過像BNT莫德納這些mRNA疫苗 有可能導致心肌炎 心胞膜炎等副作用 到底會不會讓孩子打家長反應大不同 輕重前衡嘛 畢竟那個發生的機率跟COVID-19 就是你接觸被感染的機率來相對比較的話 我會覺得還是預防一下 這些疫苗都還會成熟 就算打過BNT也是會再確診 最近才有重新 所以我覺得那還不如要靠到自己 給他那邊去克服 家長說其實都會擔心副作用 因為各國都出現青少年打完猝死的案例 加上指揮中心6月疫情最嚴重時 公佈的數據顯示 國內60歲以上長者重症率32.6% 但是20歲以下兒少重症率只有0.2% 這樣看下來青少年不容易重症 打疫苗又有副作用風險 難道還是力大於弊嗎 美國從開始施打疫苗到現在 他大概打了將近3.46億劑的一個 mRNA的疫苗 有關心肌炎部分有1339例 有兩個族群 他可能目前的話 他的重症率比較高一點 一個就是年紀比較大 然後第二個是沒有施打疫苗的 但他沒有施打疫苗裡面 就包含所謂的年輕族群 施打是絕對是力大於弊 小兒科醫生強調 就算打完疫苗 引起的心肌炎也都是輕症 透過支持性療法還是能恢復 提醒家長還是要讓青少年 好好接種疫苗 才能一起防毒病毒 nano 雙方 大靈 純 團